大家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二 昨天放假,所以今天谈谈北水 上半年过了,下半年看什么呢? 上星期五时已经谈过了 当然要看着三中全会所谈的东西 其实都不用看了 因为三中全会有关股市、金融这些东西 都已经一路路路路做出来 我之前曾经有文章写过 我是将李强定性为做要搞好中国金融的总理 这是他主要任务之一 当然他还有很多任务 这是他主要任务之一 所以既然要搞了金融的话 那就会即时是要做多了很多东西 其中第一件事会做的 就是在7月1日 香港放假的时候 人民银行就去说 瞭咩咪赝 friction 人民银行也不够钱 要向那些所谓的一级交易商 即之前购买入债券那些 cosa 他虽然借借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以前很少做過 有人說會不會是人民銀行有QE 好像美國那樣 當然,這不是那麼簡單 我今天會有一篇文章,明天會出門 講講這件事 另一方面,我今天的文章已經講了 上半年,所有A股方面 不是港股 有10個熱碗的板塊 今次的篇文章就介紹了 這5個熱碗的板塊 因為蝙蝠不夠 在下半年,會不會繼續熱呢? 本來明天會講另一半的板塊 由於人民銀行買債這個時候 是比較重要的意義 所以明天會先講這件事 有關於另一五個熱碗板塊 在下半年的表現 再到星期四才能看到 人民銀行買債代表什麼呢? 代表中國在貨幣管理方面 而是匯價管理方面 又多了一個進步的工具 這是有利於股市 所以今天市會上升 所以我只要說 三兄四王五共六絕七班生 似乎真的來了 似乎真的來了 第一件事 我們看看近10天的資金流向 成交金額 因為假期年 所以大數成交減少了 北水方面 也仍然有一點點美人很大 其次 近10天 就是北水資金流入的時期 除了有些日子減少了之外 基本上要維持一個這樣的情況 大數成交金額 就是過千億的日子 只有比較少一些 不過我估計 七月之後 過千億的日子 會稍為是多了 那就是大數的指數會上升 北水之後 因為這幾天淨了 所以總累積的北水方面 就是滑下來 不過不要緊 我估計遲少會 就回上去 北水活躍買股市之後 第一件事是中國企業 很簡單 中特股 也是中特股 然後公商銀行 超商銀行 健康銀行 因為 因為 阿爺 在過往那個月 是經常買銀行股的 那麼 SMPT 這件事 就是因為很簡單 阿爺支持 這個 是 這個支持的半導體 那麼 這個 神華方面 跌了一點點 美團快一點點 李寧跌了一點點 這些全部都是消費股 因為是用電 所以這件事 會跌下來 今天 上升的板塊 大致上升 三分之一 多一點點 又不到二分之一 哪些板塊 是勝得最多的呢 這五個 中學企業 江湖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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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說 在過往一個月 我都說他們 基本上是一直在升 最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又派高息 也由於是 接著他們收的 是 交通的 是 收費 應該多了 因為交通流量是多了 匯丹行業 都好 銀行最近幾段 是升多了 看看 綜合企業方面 就是很多的 天津發展 中信股份 上海實業 大萊西市 這些都是屬於什麼呢 都是屬於 國內的綜合企業 這個是OK的 加東折施市 就不用說 經常都是這些 加東折施市 也會在升 齊老高速 又升了4% 這個是其中一個 是 上面的10個板塊 甚至10個月炒板塊 之中其中一個板塊 保險方面 A股普遍做好,就帶動保險股 他們以前的投資,他們投資很多A股的債會比較好 不過要留意一下,阿爺最近借了債,一定是沽債 將債息上升了,他們之前投入了 如果債息不夠高,會有少許的影響 在煤炭方面,看到很多都是實在的煤炭股 還有銀行股就不用說了,阿爺真的在購買 今天來說,AMT等等,除了騰訊,有邦會下跌之外 現行股又升得比較好一點點 阿里巴巴升了一點點,美團回彈了一點點 中國海洋石油繼續升,因為中國海洋石油在過往的 六個月至九個月至一年,都會表現良好 看看其子方面,其子方面 曾經跌穿保利的通道中軸 現在這裡升上去 升上去之後,我們要看看點點 昨天之前都已經說過了 他們要在這裡 站在這裡上面 應該大致上是在這個通道中軸 中軸就是在180 所以要回到180上面 才是比較好的 暫時就在178方面來培回 應該要升上去180以上才比較好 升上去180之後 就可以右望向無力加通道頂 無力加通道頂 但上去180之間來挑戰它 這裡最重要是今天升了 明天又要再升 後日又要升 那就OK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推介呢 今天首先推介三星製約